整三年,李拉兹都没有离开过这里,海龟的命运留住了这个27岁的以色列姑娘。 我在高中的时候,就开始了与海龟的不解之缘。 海龟是非常棒的动物,很多人认为它们不聪明或者不亲近人。 但事实是,当你靠近水池,它们就会朝你游来,开始分辨你的声音和样貌。 它们是非常聪明的动物,跟它们一起工作非常棒,尤其是在像这样的地方。 上帝啊! 这是一只海龟。 这是一只海龟。 每一只陪伴李拉兹的海龟,都有一段伤心的过去。 八个月前,这只名叫亚当的海龟,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人们的事业。 对它们的保护和救助,不仅出自人们对生命的关爱,更是马尔代夫的法律规定。 非常令人难过的是,在我们这儿的海龟,大部分都是被鱼网网住的。 有些失去了两只,甚至三只旗,伤势非常严重。 当它们到我们这里的时候,情况非常糟糕。 这些受伤的海龟与李拉兹相遇,之后,它们会来到这里。 在仅仅五平米的水池中,伤势较轻的海龟,仍有机会回到大海。 八个月时间,失去后期的亚当迎来他重生的日子。 海洋里充满着未知与悬念,李拉兹为他装上特制的GPS跟踪器。 未来的日子里,这已是一份牵挂。 因为我们也曾经安装设备追踪它们,观察到它们去产卵的地方。 所以我们非常确定它们很好,因为它们有整个海洋度过一生。 从水池到海边,短短的一段路是李拉兹陪伴亚当的最后一程。 八个月的时间,这只海龟与人相伴,它得到了一个叫做亚当的名字。 李拉兹希望这个名字能带给它最美好的祝福。 三年来,李拉兹所在的海龟保护中心已救助了六十多只海龟,它们大多都重回大海。 回家的旅程,亚当也许知道自己并不孤单。 我们亲住了很多心血,花了很长时间来确保它们状况良好,所以放规它们很让人伤心。 但是快乐大于难过,因为那是它们应该生活的地方,它们的家园。 在这个生命的家园,许多人像李拉兹一样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而另一些人,对蓝色世界的感知,开始了。 这是马尔代夫一所普通小学。 历史上,这个国家融合了阿拉伯人、僧加罗人、非洲黑人的血统。 千百年来,大海将它们联系到了一起。 今天,是孩子们第一堂国民教育课。 它们即将了解的是自己的家园。 谁知道为什么海洋这么重要? 在认识海洋的第一堂课上, 老师会让孩子们描绘自己曾经见过的海洋生物, 以肩下的世界一如它们的童真。 从那时起,孩子们认知的欲望就不断深入到这片广袤的大洋之中。 天色变暗, 大雨倾盆, 马尾基里海峡的探险者从未停止。 拍摄夜晚的惊沙难度很大。 不幸的是,今晚天气很糟。 我很担心今天能否遇到惊沙, 并且拍到我想要的照片。 雨后风平浪静, 大海的沉寂却被打破。 深夜里的灯光会吸引大量的浮游生物。 杰森期待着惊沙会被浮游生物吸引, 如约而至。 海底幽览, 深邃中的深邃, 平静里危机四伏。 杰森并没有注意到, 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。 午夜海底的平静, 被这条仓皇而逃的魔鬼鱼打破。 它的身后是著名的飞沙。 脚口沙, 体长可达三米, 通常在夜间成群捕食。 脚口沙领地意识强烈, 会主动攻击入侵的生物。 杰森不知道, 它下水的区域正是这群鲨鱼的密食领地。 灯光召售, 灯光召唤来无数银色小鱼, 杀手的目光被这些小鱼吸引。 一场滔鲜盛宴在海底上演。 戏剧般脱困, 让杰森重新审视眼睛的景象。 黑夜海底, 残酷血腥, 却是无数潜水者从未见过的奇观。 饱餐之后, 脚口沙展现出温柔的一面。 丰富的海洋经验告诉杰森, 这是千载难逢的创作机会。 如果在拍摄的过程中, 金沙能够出现的话, 那就是锦上添花了。 但是, 我无话可说, 太棒了。 伴随着精心动魄的照片, 杰森度过了这个不明之夜。 许多年后, 重看这些画面, 在生与死的瞬间, 他记录了海洋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, 也看到了马尔代夫独有的美女。 冒险仍在继续, 但这一面却已永恒。 在马尔代夫, 我相信任何一个看过这里海底美景的人, 都会为之震撼。 我真希望刚才那次潜水能用不不结束, 睡下世界真是太奇妙了。 离开杰森的目光, 新的一天, 卡玛渡岛的游艇管家纳瓦克斯, 成为了一名鼓手。 一千多年前, 飘洋过海的非洲奴隶将柏渡贝鲁谷的鼓声永远留在这里。 此后, 伴着马尔代夫人祭祀海神的歌声, 响彻所有岛屿。 纳瓦克斯来自于柏渡贝鲁谷世家, 几天后, 他将参加一个打鼓比赛。 我父亲是个做鼓人, 他不仅做鼓, 也经常演奏他们。 在我小的时候, 我会经常听到他在家和他的朋友们演奏, 他经常叫我帮他, 但是我不听话。 他去世后, 我的家人希望我也和父亲一样成为一个演奏者。 家中的这面牢骨传承树袋, 每逢重大时刻都会被蒙上新的鼓皮。 历史上, 父辈们 ,